见到第一线,第3095章,解气,但不解恨,一位祖师级人物的意志法身,竟没能挡住一拳,便被轰杀为鸡粉,所以他们心中无法平静,那等一拳,该拥有何等伟力,才能霸道到,如此不讲道理的地步,而会一老者,则呆滞在那,他道号至悦, 是关水的师叔,灵爵的师叔祖,三清关太清一脉长教的师兄,地位之高,权柄之重,在命运彼岸的众玄道须,无人不知,可就在刚才,他亲眼目睹了灌水,灵爵陆续毙命,目睹了祖师空车的意志法身被轰杀,而他,根本无力去阻止,这一切,带给灰衣老者之悦极大的震撼和冲击,斗志都在动摇, 还有底牌吗?若素水润的灵谋看着智悦,我有的是时间,陪你玩到底 智悦神色复杂,反扑成祖,入道神机,阁下即为道祖,为何,为何不曾在众玄道须留名?这实在太奇怪,但凡成祖之辈,哪个不曾在众玄道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?可智悦想破脑袋,都不记得,世上怎还会有这样一位女道祖? 若素秀没微醋,若没有底牌,就别这么多废话行不行?智悦脸色难看,胸腔快憋炸,而此时若素想起什么,呼得露出一丝笑意,说起来,这次我得多谢你们坏了规矩,否则,我就是,想宰了你们,也找不到机会。 作为报答,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 智悦皱眉,不明白这女道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下意识到,阁下有话不妨直言。 若素一对灵谋望向天穷,我会让你死在影视者手中,当作对破坏规矩者的一个警告。 智悦一正,脸色顿变。 这才明白,若素所谓的机会是什么。 但玄机,她心中却松了一口气,飞快私存。 影视山,这个由影视者组成的势力中,也有三清官的祖师在其中。 并且不止一位。 智悦可不幸,一个陌生的女道祖,能逼迫的影视山,亲自动手杀自己。 修行路上,可不仅仅只是打打杀杀,还有人情事故,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。 那些影视者若杀自己,能不顾虑得罪三清官的后果。 而这,就是智悦的底气所在。 仿似猜出她的心思,若素只微微摇头,都懒得说什么。 她迈不来到苏义身边,温声道,道有可解气。 苏义点了点头,又摇了摇头,解气,但不解恨。 若素立刻就明白了,道,这一次,他们的确太过分,不讨要一个满意的说法,断不能善罢甘休。 轻易天帝和两位妖祖力在哪,都很沉默。 无论是三清官的灵爵、关水、智悦,还是他们的祖师空车的意志法身,都是从永恒道图上超脱,踏上一条更高道图上的存在。 面对他们,天地也好,妖族也罢,自然都不够看。 至于若素,就更恐怖了。 看起来温婉淑静的一位美丽女子,却是一位神秘而可怕的道祖,让人都无法想象,其真正的实力究竟能恐怖到何等地步。 而就是这样一位存在,却和苏义以道友相称,任谁能不为之震惊?都已经来了,为何不出来? 忽得,若素开口,是不知道该如何表态,还是顾虑三清官的威风,不敢插手进来。 天穷深处,忽得有一道身影悄然出现。 三清官这次有错在先,可道友都已杀了多人,为何不能就此罢手? 这是一名老太龙中的蓝袍老者,长发如雪。 随着他出现,智悦精神一震,顿时认出那是一位影视者,神通广大。 什么有错在先,三清官坏了规矩,按照影视山定下的规矩,就当予以言成。 若素眼神清了,你作为影视者,却站出来只谈对错,是不是太不要脸了? 蓝袍老者神色一致,露出怒容。 四没想到,若素会直接骂他。 若素则显露出极为强势的态度,淡淡道,给你个机会,先杀了这个坏了规矩的罪人。 我再跟你们影视山讨要一个说法。 蓝袍老者眉头紧锁,他们已为此付出代价。 阁下,为何还要步步相逼? 若素看出来,这蓝袍老者,就是个霍西尼的角色,与之说什么,都是浪费口舌。 当即,若素直接无视那蓝袍老者,目光看向天穷深处的其他地方,道。 你们若再不出来,那就别怪我把影视山的规矩当作一张废纸了。 一下子,那天穷深处产生一阵时空波动,陆续映现出一道又一道身影。 道友息怒,有话好说。 有人连忙开口劝谨。 三清官今天的确坏了规矩,但总不能去对整个三清官算账吧。 有人叹息。 道友生气可以理解,我倒是有个提议。 不妨允许我们把那支月带走,交由我麦成楚,保证会给道友一个答复。 有人提议。 那些陆续出现的身影,明显皆是影视者,是众玄道虚最古老时代的老怪物。 苏毅一眼看出, 那些影视者中,不少都曾在天命之争落幕时出现,曾和第一世心魔对质。 而面对那一众出现的影视者,若素竟是一点也不忌惮,神色恬静如旧,态度也强势如旧。 他根本不理会那些劝解和建议,自顾自道。 若你们影视山都不把自己立下的规矩当回事,那也就别怪我把他视作废纸一掌。 那你想如何? 一个身着银袍,融如俊美少年的男子皱眉,眼神凌厉,明显被若素的态度激怒。 若素一指致悦,我最后说一次,先杀了他,我再和你们讨一个公道。 银袍男子怒急而笑,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道祖而已,也敢这般嚣张。 对我们遗止气势,真荡成组之后,就可以无法无天。 若素直接道,要不,你我分个生死。 银袍男子脸色一沉,正要说什么,就被其他影视者劝住。 显然,那些影视者都不想把事情闹大。 而此时,那天穷深处,再有一道身影出现。 那是一个头戴芙蓉冠,须发如己,古铜色肌肤的高大道人。 刚一出现,他就冷冷道,我三清官的人坏了规矩,自当由我三清官来惩处。 阁下已杀了我三清官多人,我不与你计较,已足够容忍。 若再得寸尽尺,休怪我不客气。 一番话,矛头指向若素,让气氛也变得无比压抑。 智悦心中,则放松下来。 他一眼认出,那头戴芙蓉冠,须发如己的高大道人,乃是上清一脉的一位祖师,道好松兰。 同样,松兰也是影视者之一,早在很久以前,就离开三清官,隐于世间。 若素一声轻笑,啊,别只会动嘴皮,你且不客气一下给我看看。 松兰谋战神盲,一身气息翻涌时,这片天地随之震战起来。 任谁都看出,松兰彻底动目。 若素立在那,秀谋如水,田径如旧,道,别人,若不动手,你就是废物。 影视山其他人也会看不起你,让你从此抬不起头。 那些影视者满脸苦笑。 他们对若素都感到很陌生,可也正因如此,让若素的来历带上神秘的色彩,故而轻易不愿与之交恶。 可谁曾想,这看起来温婉的女人,一旦强势起来,竟如此之无所顾忌。 须知,在影视山的一众影视者中,有着三清官的多位祖师,称得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山头。 就是他们这些影视者,对待三清官的人也客客气气的,一般情况下,不愿招惹。 但很显然,那位女道祖不在乎。 诸位也听到了,是她冥顽不灵,非要寻死。 松岚脸色冰冷,诸位也无须再劝。 今日这一桩麻烦,由我三清官来解决。 哄,她袖袍鼓荡,一步迈出,就要动手。 胡闹? 猛的,一道带着怒意的呵斥声响起。 就见一个面容轻渠,身着盗袍的老者凭空出现,挡在松岚身前。 一下子,全场震动,那些影视者纷纷上前见礼,带着敬意。 因为来者,正是影视者勾成老君,影视山最早的一小撮元老人物之一。 在影视山的地位极为崇高,有着莫大的威望。 苏义和轻衣天帝也第一时间认出了沟臣老君,彼此对视一眼,神色各异。 天命之争落幕后,影视山和第一世心魔所签订的契约中,沟臣老君就是发起人之一。 而轻衣天帝内心则泛起波澜,当初正是因为苏义答应帮他寻找沟臣老君,他才会选择留在苏义身旁。 而现在,沟臣老君出现了。 若素也认出沟臣老君,天命之争落幕后,正是沟臣老君亲自出面找到他,和他谈起那一个契约的事宜。 此时,面对突然出现的沟臣老君,松岚也微微一震,旋即沉声道,前辈,我已足够隐忍,可那女人不断挑衅,根本不把我三清官当回事。 沟臣老君冷着脸,道,自己人坏了规矩,还要大打出手。 你松岚是真把影视山定的规矩当作屁了? 或者说,是你三清官不把影视山的规矩当回事。 松岚的神色顿变,摇头道,前辈误会了。 我,沟臣老君猛地一直远处的智月,杀了他,再跟我谈是不是误会的事。 一下子,智月手脚发凉。